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造成这些问题的根源就是磁激素的变化 咱们中国的很多女性都特别能忍 会想着这算什么呀 忍一忍就过去了 当年我妈妈也是这样忍过来的呀 可是我真的要告诉您 有时候这更年期还真忍不过去 我就碰到过不少更年期持续十年以上的人 更年不是病 更年要防病 更年期还是很多老年病的温床 如果跟年期能够平顺地度过 我们就有很多的老年病可以不得或者晚得 这才是真正的给家人 给儿女减少麻烦呢 由于磁激素的波动 它的骨量会流失 有可能导致骨质疏松 这也是腿疼的原因 同时她患上心血管疾病的概率也会上升 如果放任不管 甚至有可能埋下老年痴呆的祸根 一般来说 妈妈的更年期症状明显 女儿到时也会有相同的问题 临床发现 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女性 更年期时的困扰越大 另外 遇到更年期暴躁易怒的妈妈 或许应该感到庆幸 因为抑郁更可怕 有的患者会有自杀的念头 而他们的家人却一点也没有察觉到 那咱们怎么帮帮妈妈呢 我的建议是 强大自我 争取外援 多运动 多和朋友聚会 尽量让自己的心情 保持在一个比较好的状态 接下来 我们就该争取外援了 争取我们的丈夫 我们的子女 多关心 多理解 接着我们的另一位外援 就要登场了 就是医生 千万不要自己忍 一定记得要去找医生 在医生的指导下 使用磁激素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说起激素 可能有些人会很恐慌 其实 激素有好多种 在生活中呢 还有一些小窍门 有些女性会有很明显的潮热出汗的 尽量不要穿套头的衣服了 改穿对筋的衣服 我们随时的穿脱 也就不太容易感冒了 潮热出汗来的时候 我们深吸气 尽量让自己平静下来 欢迎您把这个视频 转发给您的朋友们 无论是少女 中年还是老年 每个阶段的女性 都有各自美的特质 更年期只是一个正常的过渡阶段 有时候走在路上 看到那种优雅和蔼的银发女士 会觉得特别的美 希望天下的妈妈 都不再受更年期的困扰 经常绽放笑容 想第一时间看到这么多有趣的视频 就快点击订阅按钮 订阅试之官方频道 想解锁更多知识 扫描二维码 或者打开微信 搜索试之 更多新鲜有趣的内容 等你来拿 试之 知识 看得见 感谢